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因为现在全民抗疫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戴口罩 公司不是借得我个的 所以大家都要戴口罩 保障自己,保障别人 今天要介绍的产品是Network的产品 Network的产品很多时候都是很复杂 但这部手机很小 不太贵, 而且很小 规律有多高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 FeverSign.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放下这个正弹 就可以拿上来 正式介绍这个产品之前 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音響材产品 测试、影音教学和市场资讯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ign.com 的YouTube频道 还有追踪我们的IG 和赞订我们的Facebook 有很多幕后花水 以及最新试的什么都可以抢先看一部 这个NewPripe 最新的产品叫做 Ominia S1 支援DLNA UPnP的 Audio Renderer 或者叫Streamer 基本上就是 你串流些歌给它, 它就播了 我一向都觉得NewPripe 的产品 其实是挺有诚意的 其实都是它们自己做 包括这个FPGA的运算 包括很多东西 而且它的颜色很高 然后价钱也不算很贵 后面就是机器 我们一会看看实物吧 支援DSD 1024 说明书 它有自行程式控制器 但币的币很简单 接着这是主机 电线收回它 HDMI 线 和Wi-Fi 档枢 都收回它 咦?其实实际上很小 底部有些避震脚 然后表面 表面是什么都没有 好了,后面 后面是IC 电插 Fuse 开关键 USB 3.0 放歌的充满 接着,LCA 数码同族输出 Toxin 光纤输出 接着,这里有两个HD 要留意,一个是I2S 输出 接连他们自己的解码 可以传送高达DSD-1024 超高规格 接着,这个是HDMI 输出 是标准的HDMI 格式 这个是上手忘记拔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很明显是Key 或Mouse 这些充满 USB 这有四个点,可以接驳于USB 解码 最后LAN 点, reset 键 电压,100-284 超高规格 就是这样,开完 Turn me around and roll Turn me around and roll Turn me around and roll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it's to close me Way, wait, yeah Please, Mr. Close me, look and see It has a letter, a letter for me 同场加影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Ominia 同时间一起发布的 就是SW8 其实是一个Ethernet Switch 台湾Sound Agent 负责支援 接着是MEDICAL GRADE ADAPTER 有8个PORTS EMI ABSORPTER 吸收干扰 有一个很准的钟 特别摸了钟 加了一个POWER FILTER 主要都是搞这些东西 所有的Switch 被音响用的都是这样的 开了,因为已经用了 我绝不放生 这是我的爱情学业 这部机器是Android-based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设定好这部机器 其实在第一次设定的时候 你是可以 这个机后的HDMI 不是I-square 而是HDMI 接连屏幕 USB 接连屏幕 你便可以在平台上设定好多东西 包括 你可以安装一些APP 不过 Open Box 你完全不弄它 其实亦是已经用到 Android-based 用ARM 的CPU 但其实它会将所有Audio的处理 用自己的FPGA 芯片去做 以及声音处理的Path 会最短 第一是Latency 要少 第二是音质要高 包括内部的Audio Circuit 都会避开左CPU的处理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纯粹要一部电脑去做声音 就很多都有 很便宜都有 但如果要静的话 在这部份上 在硬件上 它就要做一些功夫 才可以保障到声音质素 其实它也有一个APP APP 就是Android-based 在来联网上网之后 就打回画面出现的IP 就已经可以接触手机了 我想如果大家玩开UP&P 就可能手上都会有一些用惯了 更加功能丰富的APP 去处理你的播放 而它是可以支援的 用回自己喜欢的APP 也可以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 我自己很喜欢Lin的Car Zoom 也是有的 也是选择歌 播歌 完全没问题 M-Con 也是可以的 都很简单 M-Con 如何才能控制到呢 其实简单来说 本身已经打了伺服器 NAS 也有歌 或者电脑也有歌 通常你应该已经安装了 Mini M Server 这个免费的软件 安装完Mini M Server 之后 理论上你的Library 就可以让任何支援 DLNA UPnP 的Renderer 认得到 包括Aminia S1 接着 你要令到Aminia S1 可以让所有的APP都可以认得到 你就要在你的内联网里 再安装多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就叫做Bubble UPnP 我便安装在Lars 上 认得了之后 你的电脑 是什么格式 你的确件认得到 就已经可以播出 Mini M Server 和Bubble UPnP 基本上只是做一个 左手交右手的工作 它就不会去处理你的声音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它的确件要求很低 第二,就是音质 就可以不受干扰 接着 一般使用者最常用的是USB 或者有些人会用AES、EBU、USB、DIF 但今次我想试试用I2S 用EVODAPT 就是NU PRIME旗舰的DAPT 坊间来很多品牌都会有I2S、HDMI介面 厂方将I2S的Print-Aside的图放上网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的解码 想用I2S来做传送介面 你可以看看它的Print-Aside是否一样 如果用到的话 理论上这个传送就是最直接和最好的声音 每一个输出声音的音质都相当一致 不过如果我用EVODAPT来计算 依然I2S是最好的声音 这部机器是MINIA S1 是一个数据的设计 所以只有数码输出 非常中性 本身NU PRIME的声音都很中性 很直接 很高速 这部机器也是一样 通清、幼细和快速、细致亦有很多 这也是重要的 因为很多数码产品 很数码的味道 通常是很死的 声音尾全部都黏到不得了 硬的声音 这部不是的 不过 这部是一个很中性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想听口润一点 可能就要在其他机图调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特性 顺带一提 就是它的SW8的一个SWITCH 我今次也试了 这个SWITCH 其实也是令到声音改进了 虽然我自己用的那个 就比较贵一点 但是这个也是 你一换就听到 也是坊间音响产品、音响品牌 开始出一些音响用的SWITCH 就越来越多 这一款属于又不是最便宜又不是最贵 它是中间的位置 应该这部机器就未必有得试 坊间的 但是它们的代理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的服务 你去上网看、上网问 而且如果买的话,也是在网上买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 这个New Prime 的最新产品 Ominio S1 以及这个SW8 有一个Digital Renderer 和一个网络的SWITCH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影片 和朋友给个赞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着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闻出你们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同时,New Prime 在2020 年动作相当大 因为其实它们去年 已经有一系列的产品宣布推出 今年正式有产品落地 我在环机时,已经借了一套M 接着便会试试它 希望在一两个月后 有M 的部分可以试试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